第三个线条比较长 我写长一点 从这里开始 点 转 把头 锈 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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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其实我们叫做锅 在中国书法里的锅叫锅 就是把毛皮压压 这个技术是叫锅 在中国书法里的锅 所以等一下我告诉你说你要锅 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压一下 起来 起来 拿 起来 拿 起来拿 起来拿 好 没关系 好 从上面开始 一样 还是 a drop 所以你开始从 drop 开始从 drop 一 drop 然后 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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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好 做之前呢 现在先感觉一下毛病尖尖的 OK 一个点 转一下 好 转 OK 来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做 好 转一下 转 然后 转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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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像女生的裙子 好像裙子一样 可以棠盖中国人的时候 它就像女生的裙子 好 不然要不要你们先试一下现在 然后等一下再把日补上 总结先送我们一下好